那我背后呢 这间豪宅呢 就是Coco 李文 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香港人都知道 这一带呢 半山这一带啊 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住宅区 因为呢 我们看到 它这个高度的地方 如果你远眺的话呢 可以直接看到维多利亚港 当然呢 往左边看下去 就是最精华的中环 右边呢 就是铜锣湾 相信这些呢 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 铜锣湾 三一區文網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姬的影翔 我現在呢是來到香港 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所謂的這個房地產裡面 精華區中的精華區 有點像是信義區旁邊的象山 如果可以蓋房子住人的話呢 就是非常非常核心的黃金地段 那我背後呢這間豪宅呢 就是Coco李文生前最後居住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也是香港人都知道 這一帶呢半山這一帶啊 是非常非常高級的住宅區 因為呢我們看到它這個高度的地方 如果你遠眺的話呢 可以直接看到維多利亞港 當然呢往左邊看下去 就是最精華的中環 右邊呢就是銅鑼灣 相信這些呢大家應該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在這個位置呢 李文當時啊也是 呃在香港總共擁有五個豪宅 這只是它其中一個豪宅喔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它逝世的消息一曝光之後呢 最後它是在這個家中呢 然後由這個姐姐還有家人呢 繳救護車然後把它送回去 這東西是就我們在Coco這個事情之後 台灣粉絲有自發新幫Coco準備了兩場 所以如果這些都是那兩個追慈會活動粉絲們帶來的東西 好我們現在在的是香港的殯儀館外面喔 那這個車站呢其實可以看到有李文的這個看板 那這是粉絲呢特別自費呢 然後買了24個車站 在這個巴士站的旁邊呢都可以看到這個LED的看板 就是為了來紀念我們的Coco李文 其實就是19號早上有看到Coco的二姐Nancy發布的 呃就是這個告別式的行程 就是7月31跟8月1號 然後我當天早上就限定機票了 我主要是呃代替那個就是Light群的版主 將大家呃這兩次追思會跟昨天Coco之夜的一些東西帶來 因為呃版主Cacy就是他不方便過來 我自從小就是大概國小小五小六就開始喜歡Coco 然後就是呃過去就會參加 許得子太會參加一些他的簽名會跟呃演唱會 對然後我覺得Coco對令人呃歌迷感動是他呃不管簽名會多久 他都會認真地把每一位歌迷都簽完 然後他同時他也都會提醒我們要謝謝呃所有的公讀神 呃呃就是自本大哥 呃就是覺得他真的很呃很貼心的為主我很長小 然後沒有2009那次我就沒有買到票 所以這次就很後悔 所以那時候才會一直到這個消息就立馬就就訂票 然後就覺得上一次已經後悔了 可能當對就是那時候可能沒有訂到想說啊可能還有之後還有機會啊什麼 但就就誰知道就沒有之後 所以才會這一次就覺得這真的是最後一次機會就是才會馬上就訂票 因為因為明天呃呃行程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 然後但呃呃我就會跟Coco說就是不管他呃呃 今後還能不能唱歌還是能不能跳舞 就是我們都一樣會永遠的愛他 對 那這也東西是呃就我們在呃Coco這個事情之後 台灣粉絲有自發心幫Coco準備了兩場追詞會 這些都是那兩個追詞會活動粉絲們帶來的東西 然後呃呃就從最後面的花術 花術是呃呃淡水追詞會那時候粉絲呃呃先給Coco的花 然後後來就是只有粉絲把它做成乾燥花 所以就不帶過來 然後呃這張卡片是呃昨天在這個理文之夜 就是呃我想說替一些沒有辦法親自到場的粉絲 然後傳遞他們想對Coco說的話 所以就是呃這張就大卡片裡面就是有一些 呃不能親自到場粉絲寫的一些 對Coco的話 然後這個卡片我們有特別挑過是 它是迪士尼公主主題 然後這邊是木蘭 花木蘭就是因為我們知道Coco當初就是 有演唱花木蘭的主題曲 所以特別挑了卡片 封面是有特別設計嗎 對封面是那個也是Coco的粉絲自己整理的 就是將它避免來就是呃1970到200版的 呃專輯封面整理在一起 然後覺得就是能很能代表 所以就是選這個當封面 這一個是呃簽到簽名粉 就是這兩場活動中所有有出席的粉絲呃的簽名 對這兩張小卡也是淡筍的這一次會粉絲寫的 對然後這個是呃我自己只給Coco的卡片 對 然後就是一些呃只喝了之後祝福Coco 謝謝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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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